w 我是Kai 最近苗栗看长哈囉 有很多人介绍的果子 那边有个特别的 comunPerci 你們1、2、3、4 這個的話呢 Leo Platform Pika系列的 這個是韓國公司做出來的 對啊 感覺起來好像 一個鍋子可以做很多菜的感覺 煎跟蒸是一起會用的 所以我等一下做菜的時候 我再介紹一下 我看一下食品長什麼樣子 食品的這張耶 哇 白色的耶 從前這個有空間是特別的 我們等一下用的時候呢 這邊寫要放進去 所以切一根對嘛 所以蒸的功能出來耶 火進去的手烤的功能 它的表面是不沾鍋的 對 不沾鍋的 對 這個裡面都要淘槌處理好了的 那今天師傅 你是要拿來做什麼料理的 欸 之前我做過火燭 你們很多人喜歡 一般來說火燭都要甜的 對嘛 但是其實韓國的甜的 鹹的都有 所以我今天都要做 兩種不同的鹹的火燭 我們現在要做麵糊 因為這個的話 發酵的時間一定需要 所以第一個動作的這個要做 這裡都要麵粉 玉米粉 進去一下 大家就會想要問說 這是什麼麵粉 中間麵粉 還有玉米粉 還有這個溫水裡面 溫水有大概45度 或者42度左右的 酵母跟糖 進去裡面 把它拌一下 要發酵多久 比較小的一個小時啊 溫溫的地方 要怎麼樣才能夠加速它發酵呢 我們等一下我告訴你們怎麼看到 師傅要賣一下關子 慢慢血進去一下 不是一次前不進去 陸續進去 慢慢慢慢 師傅你可不可以做多一點啊 因為其實 你們湯餅還蠻好吃的耶 也可以啊 你看幾分鐘的時間 師傅已經把麵糰打成型了 大概這樣就OK了 所以我也沒有用到全部 大概這樣有了下來耶 那你今天想要告訴大家 怎麼樣加快發酵呢 我都要用烤箱啊 已經烤箱不是烤唷 一些溫溫的烤箱做之後呢 看一下 溫溫而已 裡面進去一下 真的溫溫的唷 就放這樣做好了 所以溫溫的烤箱把它全部關掉 然後保持有一定的溫度在裡面 讓它自己放下去 沒有的沒關係 就溫溫的把外面放沒關係啊 時間長一點而已 我們今天準備了兩個口味 一個是辣豬肉 炒豬肉的口味 還有一個是韓國的雜菜口味 雜菜口味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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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麵煮一下 怎麼感覺起來有點像台灣水煎包的概念 對 差不多一樣吧 但是口味不一樣 哇 師傅你看 準備這麼多菜 炒飯進去一下 還有炒 還有油味要煮起 我們每個蔬菜 特別分開炒 對嘛 之前都啦 但是今天的全部要一起炒的 因為炒之後要 炒在之前 還有呢 最近流用到的蔬菜的話 你可以看到嗎 全部短一點一下 切一些洋蔥也 然後短一點 這個很直接 炒鍋 洋蔥 然後 麵煮熟了之後呢 這個裡面一起清洗一下 這怎麼看番薯麵已經熟了 這個的話 看不出來啊其實 所以我們一般來說 大概三分鐘就熟就好了 這個的話 製作裡面的 還有玉米糖漿跟香油 一起 然後 香油 我們家的香油用得非常多 對 還有了 黑豬椒粉 謝謝 來 現在完成了 它可能是一個餡料 可以開始炒辣豬肉了 現在是選擇什麼部位啊 這邊 熟了 哦 豬煎肉嗎 湯 糖 辣椒 漿 蠔油 一起喝 好香喔 對啊 所以你師傅有照顧他 因為他做了一個辣味 對啊 我喜歡啦 豬肉全部炒得住喔 哈哈哈哈 你這樣炒嗎 對 你確定要炒那麼辣嗎 不會那麼辣 看起來辣 但是不會那麼辣喔 我覺得這道菜 感覺起來可以吃一些炒菜 然後就可以吃煎餅 你看吧 還說不辣 還是要喝黑豬椒粉 就喝黑豬椒粉 還有 香油 這時候我必須要學習一下 因為我們在拍攝的時候 是不能拍抽油原子的 一步就比較容易被炒到 還有這個炒的時候 裡面血分比較炒的比較好唷 因為要包的東西對它 哇 快炒耶 我來看一下 麵團好了沒 哇 封起來咧 對 看起來還有需要的時間 看起來 這這樣封起來了 大概兩倍 看看 哇 好可怕喔 兩倍封起來之後呢 你們看一下 可以看到嗎 這個的青蛙 這邊 就是這樣的 這是發酵的意思喔 有點凍凍的感覺 對 這個發酵中間有 香氣的味道會出來喔 還有手的部分都要擁有一下 你們需要這樣拉起來一下 哇 有種那種 延展性已經有開始有了 就是可以拉出這樣 這是想要的西裝 拆一點之後呢 你們喜歡的口味 哇 都不用擀皮喔 就這樣就好 對 就這樣進去裡面 這樣包起來一下 時間包來了 時間包 這個要好好一點包油 等下天的時候可以破 喔 這樣子還不錯耶 對 第一個回來油後 也一樣 進去就包一下 這可以當還不錯的早餐耶 對 早餐你可以製作的時候 炸熱就吃就好了 或者是下午茶也可以 所以今天甜的 你要用什麼來做 今天都要用草莓跟 柚子 黑糖跟蘿蔔 還有你們喜歡 都可以現在存在 喔 草莓直接包進去 對對對 天哪 感覺起來好像日本的大福一樣 你會加冰淇淋嗎今天 可以啊 下面可以放冰淇淋嗎 我有買耶 真的 OK 我炸給你 先裡面就有一些些放下 還有直接進去裡面 喔 這樣還不怕它變形耶 因為都是圓的 對啊 圓形的 喔 先進去一下 再中間 先進去一下 這是為什麼要這樣 下面都會熱 但是下面不會熱 對嗎 但是整齊的話呢 下面下面都熱 所以很快會煮菜 喔 這是那種有點像循環蒸烤箱的概念 所以這邊有蓋子也就這樣 所以裡面的全部 整空裡面就這樣蓋起來 欸 師傅你再打開我看看 你看它這個凹槽剛好跟這個對上耶 所以可以密封 你看 都沒有蒸氣跑出來 這個四個的口味 對嗎 所以我要四個菜 你要四個炸豆腐 全部要四個碗全部需要不行嗎 還有四個鍋或者是蒸籠 對嗎 但是這個四個口味 全部做進去之後這張座好了 喔 而且它可以直接就端上桌 對啊 所以這張座就馬上 拿過去上桌就做好了 你剛剛拿了什麼 我看 這個啊 矽膠墊嗎 對 它就不怕燙 我們開一看一下 哇 感覺起來好像蒸包喔 這樣是比較低油料理耶 因為之前糖餅不是 對 很多油需要的 這個也一個好的地方 對 這是比較健康一點的方式 這個其實他們做得非常好 所以不需要那麼多油 不會黏住啦 對 妳們看一下 哇 好胖嘟嘟喔 油菜子蓋起來喔 都沒有蒸氣冒出來 或是有油噴出來的 差不多 還滿安靜的 最後我先在這邊蓋過來了 這個時候不用蓋子喔 因為妳要脆脆的話 蓋子有的話會不會脆脆喔 這樣 這樣做 我來一下 就像昨天做好的 炒好的菜 你們要炸熱的時候 這個比較方便的喔 你們常要炸熱的東西 進去 進去裡面 就這樣 喔 炸到 還有炸菜也一樣 進去裡面 順便加熱 還可以做新菜 就這樣蓋子蓋起來 這樣就有兩個 加熱的菜跟一個新的菜 這樣可以上座囉 譬如說我一個人或者兩個人吃的時候 這邊裡面四個不同東西放進去 就比較方便 還有不需要準備那麼多的鍋子 或者是盤子 就這樣擺放一起吃吃吃這樣 哇 吃吃看吧 這個是油肉的 哇 還有酥酥的味道喔 感覺起來好酥喔 哇 好滿喔 對 很滿耶 師傅 為什麼你做得這麼大 這麼好吃的感覺 整烤上的方式 所以比較怕一點碎手啦 你們看起來也是比較漂亮一點 對啊 真的還滿 還滿酥酥的感覺 對 還有酥酥的 師傅 你的生菜是要配什麼 真的 韓國人說要包肉配吃的 我好餓喔 我要吃一個 等一下我要吃一個 先跟大家說拜拜好了 四個不同的菜 可以一次合可以做出來 或者是炸的可以 這個不漿果的 還有還滿安全的 稀稀感的上網了 你們可以看到這個鍋子的介紹 所以你們也去哪邊看看唷 拜拜 拜拜